譬如说佛门里面很多人听过 有过无不时这一种生活方式 有人感觉很特别想要尝试 尝试可以但却不必勉强 这一种饮食方式 在以往应该说更容易做到一些 晚上这一餐不吃 因为过去的人晚上睡觉早一点 多数人没有特殊的事情 晚上是不会熬夜的 大概八九点钟就正常休息了 因此他晚上消耗能量少 修行人也不例外 因此晚上这一餐不吃或者少吃 多数人或许都可以做得到 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 过去农业社会 譬如禅宗 马祖见丛林 摆上大师 立清规之后 实行什么制度呢 普请制 普请啊 普遍邀请 普遍邀请什么呢 不是请大家吃饭 丛林里面行普请法 就是请大家一起下地干活 没有一个人例外 也就是说 这个寺院里面所有人 大家都得去劳动 甚至为此定下一日不做 一日不时的 这样的一种规约 那么这样一来 白天要劳作 修行有功夫的人 或许问题不大 但是有很多 还是在磨练过程中的修行人 晚上 他就会饿 这正常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丛林里面 就创了一课 别出心裁的制度 饮食里面 有了药食 这样一种开源 晚上这一餐 可以吃 但是这一餐叫什么 药食 当药去吃 这很巧妙地回避了 一般人 认为 晚上吃饭 会破戒的嫌疑 晚上我不是要吃饭 但是我得了饿病 我需要吃药 药食 而那个食呢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看到 是石头的食 那不是写错字 在过去中医里面 他是有这样一个做法的 就有些人肠胃不好 胃寒 常常胃寒 于是 那有些老中医 他就会建议 你弄一块石头 在火炉上把它烤热 不包起来 感觉胃不舒服的时候 拿来五一五 增加能量 那块石头 它就叫药食 取它这个意思 旁通饮食的食 那直接吃下去 就不是石头了 就是饮食的食了 从此以后 这药食 就成了佛门晚餐的代名词 那既然开了这个园 那就是它合理存在了 但是也有人 还是一直认为 晚上这一餐 还是不要吃得好 也有道理 能不吃 就不吃 那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好处 或许会节省粮食 但是如果晚上不吃 中午那一餐 吃得太多 把晚上的量 提到中午 节省不了 甚至有时候啊 害怕晚上饿肚子 晚上不吃会饿肚子 中午就拼命 多吃一半 可能会对肠胃的运行 造成负担 因此 也不是很极端的 提倡这么做 中午这一餐 还是正常 去吃饭 晚上不感觉到饿 可以减量 慢慢不吃 它的好处 就是晚上这一餐 吃得少 或者不吃 人的妄想 会少一些 什么原因呢 没力气了 想不动了 但是你如果 晚上不吃 想得更多 那你还是吃吧 所以这里面道理要明了 这就叫哉 哉的意思 就是清静心 这是过日中不食 这修行人 大家有时候会看到 那个师父 他过午不食 什么意思啊 有人听到 说这个佛门讲啊 晚上这一餐 是饿鬼吃饭的 听到就怕怕的 晚上吃饭会变成鬼哦 不被想得那么恐怖 有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 你白天吃饭 那鬼也在旁边看着呢 晚上时候不吃 不要动碗筷 就是担心 有那些饿鬼啊 他听到碗筷的动静 会不高兴 你有得吃 他没得吃 其实鬼 不是只有晚上才出动 他从早上 就在那边等了 要不然 你中午下午 失时的时候 他怎么会来呢 只不过呢 晚上这一餐 尽量的 不要那么张扬 就行了 这样理解 好懂一些 这是专门讲 晚上这一餐 要不要吃的问题 要不要吃的问题 谢谢观看